它豆花跟別間不一樣 對 過往吃過的不一樣 這輩子第一次吃到耶 對啊 我覺得很像吃黏土的感覺 這太特別了吧 嗨 我是威德 我是王輝 猜一猜我們現在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 南區 因為南區實在有太多好吃的了 所以我們忍不住 要來拍第二集 不是因為離我們家最近喔 對啊 我們現在在那個 這裡大家知道是哪裡嗎 這裡感覺是一個景點 可是 它就在那個文化園區附近 有點像有造景藝術的一個 而且它可以坐著喔 你看看 這裡有桌子椅子 欸 這樣會看到我的腿 可惡 反正這邊有桌子跟椅子 上山有個脆腿豬 那個老口令有沒有 我們來看看我們這次要去吃什麼美食吧 那這個我們看下去吧 GO 別再吃什麼 我會去吃 我會吃什麼 呢 這就是什麼 我 marked那一個 我們來看 我們現在來到土木公社 就是在南區的步行店 他們現在覺得南洋餐廳 都是跟馬爺爺合作 土木爺爺南洋記 然後就期間限定了 我們這次點了他的 嘎爺吐司跟嘎爺歐姆蛋 還有他的招牌 哇 叫做蛋餐廳 然後他們的招牌有很多 你有吃過嘎爺吐司嗎? 有 我看完你們馬爺爺的影片之後 我就跑去吃了 我現在吃歐姆蛋 它上面就是有一層 那個馬爺爺的嘎爺醬 然後跟上面的歐姆蛋 小的 它也是有慶祖 我喜歡它那個酥軟的感覺 吐司的那個鬆軟 然後我喜歡它裡面的 乾爺醬然後加上歐姆蛋的蛋 你在馬爺爺那邊是吃不到這種空的 波流口感 這種新滋味就是 它有點像創作者 就是創作新的料理 反正大家可以來吃吃的 可是我覺得吃還蠻特性的 所以蠻可以吃的 好吃 我怕他的那個 跟馬爺爺一樣的那個 奶油的 這才是我習慣的 他有主意 我如果必須要說 我吃完蛋的 跟吃這個的 我個人會覺得 蛋的那個 是比較純粹 因為它多了一個 蛋的絲滑 比較有特色一點 這個就是比較像是我 一般吃得到的 奶油肚子 你要吃到嘎爺 加上歐姆蛋 是很難有機會的 不過它的那個奶油 好像比奶油的厚色 味道比較濃烈一點 我覺得這個濃烈一點 比較好吃 所以我來吃這個比較開心 我自己覺得剛剛好 口味就是這樣 對 口味就是大家不一樣 平衡去很多人都 它的蘿蔔糕很好吃 剛剛拍的東西 我看得說它是蠻特別的蘿蔔嗎 它就是煎到外面是恰恰的 然後我覺得它厲害的一點是 它裡面是綿密的 對 裡面是甜的 有點快要接近地體了 有點快要化羽絲 有這種蘿蔔的感覺 它裡面是蔬菜的地方 真的很好吃耶 對 不沾醬就可以吃到蘿蔔 好香 我覺得不沾醬 超級麵耶 不沾醬很好吃 因為我本來想說它們家就是 虎絲 虎絲啊 就跟我們去吃了另外一家 小時候的蛋餅一樣 它的蘿蔔糕也很好吃 為什麼大家的蘿蔔糕都很厲害 再吃一塊 這小西連客人都很好吃 而且它上面有一點點胡椒粉 它不像一般的早餐店 會幫你殺很多 然後我們再來吃它的招牌 它剛剛本來是北北的吧 很好吃耶 我自己覺得它會搬起它的精神 然後它的花生是屬於那種厚齒的花生香 我覺得它的花生不會是一個豆腐 然後它絕對會是豆腐的 對 完美的衝托出它的主角 肉跟蛋 好啦 最近真的推出來 我真的很推薦大家可以來買 我們現在評分改 選出我們最喜歡 隨機加好 就是最後再去做 然後在店裡面我還會吃 好吃 菜菜 好啦 趕快來吃點奶洋鏡 昨天沒買到 今天起來再買一次 早起 現在大概是8點10分吧 它好像快賣完了 現在在那個工學市場附近 買到了 我終於買到了 我早上7點就打電話叫了 回去辦公室跟龍會一起開吃 傳說中的豆花店 它叫有傳豆花 它是在工學市場裡面的一間店 它很小間 不起眼 我們買的是綜合 豆花 昏桂 珍珠 花生 四個料 8點10分去買 它已經快買了 超誇張 真的很誇張 而且你是說人很多 對 人很多 等一下 你的珍珠很多耶 為什麼我這位只有幾顆珍珠 因為我是天選之人 就是帥氣的意思 快下雨了啦 煩死了 它粉也滿好吃的耶 我吃豆花好特別喔 它豆花跟別間不一樣 跟我們過往吃過的不一樣 這輩子第一次吃到耶 這太特別了吧 我覺得很像吃黏土的感覺 口感像黏土啦 但味道就是一般的豆花 它很好吃 很特別很好吃 超級特別 第一口下去就嚇到 它是塊狀的 真的有點像黏土 不是那種一般傳統會吃到的化掉 也不是說要用到牙齒 但是就是會彈 真的那種豆花很好吃耶 它的珍珠是壓一下就散開了那種 珍珠我沒吃到 我沒有珍珠 可惡 它的昏貴也太酷 跟那個豆花一樣Q 欸好適合喔 它的昏貴很好吃耶 我們還生氣 想說它最好要好吃 不管那麼多人買又那麼難買 真的覺得 CP值很高耶 你猜這碗多少 多少錢 你猜 30喔 這碗30塊 我有做工客氣我知道答案 這碗30塊很划算 不是 因為豆花30塊我覺得還好 就是便宜一點豆花 重點是它真的很特別 所有裡面的不管是昏貴還是豆花 尤其是豆花真的是太厲害了吧 我第二市場的昏貴也沒有這一間 嗯 來得這麼軟Q 我 我要給它 你要答分數嗎 不是說沒有要先打 我先抽抽 我要充滿感激的跟它說 真的謝謝你 就給這碗這麼好吃的豆花 這一間很難買 所以你們要買之前可以打電話先去訂 我們會附上它的電話 它只賣到11點 所以它可以幫你留到11點 所以它是早上6點半 然後賣到11點 欸我之前還在想誰要一大早吃豆花 可是吃了這個真的好舒服喔 早上真的可以吃豆花 真的很好吃 我真的很推 這碗等下就會被我們客觀了 它的花生是它裡面的配角中的配角 因為其它真的太好吃了 它的珍珠 它的昏貴都很好吃 裡面唯一讓我覺得 比較是平常會吃到的就是花生 很推啦 我就推 就要推推 我們現在在國光路跟建國路上 高架鐵路旁邊的回廊做好了 這邊這條建國路跟建國北路 其實這一條現在做得蠻完整的 有很多綠道 對 車站旁邊就有很多設施 我覺得做得還不錯 對啊 我們之前本來行李有想要來開 可能那個時候時光還沒有完全好 還沒有好 現在已經都好了 所以停車比較好 大家現在可以來這邊走走 這邊有規劃很多停車場 然後附近也有很多停車格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吃一間 這間一定是航阿萊朗才知道的 這間航阿萊朗再加一 對 就大家講這一家店 我們也是南區人啊 那跟著我們看下去到底是什麼店吧 ��在加一年 肉店 然後加進車 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 我們去那邊 一下子 整個空間 接下來呢 我們來的這一家是我們的愛店 可是因為那個時候這邊 高架牆走進來這邊 開起來很像米宮一樣 嗯 它就在橋的旁邊 所以你要進來就是比較難 而且那個車子又不好會車 那現在這樣子就比較方便 因為它整個外面都開通了 對啊 我剛剛來嚇到 可是哇塞 現在這裡也太好走 我們點肉羹飯 有那個紅蘿蔔絲 木耳絲 肉羹 看起來就像是手工捏的 每一塊都不規則的 然後我們要點的那個油豆腐 還有它的手工丸子 老闆有招待我們大腸小腸 對 就是這個味道 那個肉啊 咬起來真的很有嚼勁 然後很香 那個肉香味很香 就會讓我 嚼勁一整晚就會吃光光 就會讓我講到家鄉的味道 那你想誰還沒有出場過嗎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我不是要講那種 家鄉你隔壁鄰居會賣一碗 簡單的肉跟麵 隔壁鄰居 真的 隔壁鄰居 一人一半好了 你把它夾走 一人一半 對 感情很讚 不錯 它的豆腐就是有毛細孔的 我很喜歡耶 油豆腐很多耶 我之前來的時候就是必點這個油豆腐 因為我很喜歡吃油豆腐 來看它的功力 然後它這個油豆腐是會滲著那個湯汁 我就很喜歡 它是連裡面白白糖的味道 這才厲害 可是我覺得它是配飯耶 我剛剛吃了一口我就會想要再配一點飯 它是讓你適合 就是剛好合在一起 它就好吃 但是它就是 很好吃 可是不能單吃 這個丸子是他們手工做的喔 剛剛拍的時候我一直問它去 它就回饋的彈性子 這丸子真的很好吃很香耶 我喜歡 你吃得說是手工的 外面也要吃不太出豆腐嗎 手工的啊 才會有這種香味 因為它的香味是有層次的 肉的潤滑 我自己覺得啦 果鍋一層什麼東西鍋 真的有加一提米飯 我覺得手工厲害的地方就是 你每一家店做出來的手工碗子都不一樣 就是那種挖掘再提米食的那個 意義在 對 那可以自己來品嘗 對 然後我們還有點它 它送我們的啦 老師剛剛還有送我們 小潮都買 我覺得很可愛 它送了小潮買 它就說 大腸比較好吃 對 要不要送我一口 其實都很好吃啊 我覺得它蠻好吃的啊 很Q 味道也很香 我喜歡它們的滷汁 不會過淡 然後稍微有點鹹度 會帶著那個肉末的香味 我跟它們兩個一起吃 我覺得大腸味道好像是滷的比較重 跟那個豆腐一樣 好像都會比較適合再配飯 再來一點飯 今天又不小心過量 我很喜歡吃根類的東西 可是因為就是怕胖 所以比較少吃了 對 街邊想吃大家都會喜歡 快點給大家 推推 我們融會又不小心吃太多了 阿剛吃 阿剛咬的菜吃 我一直在咬 我們接下來的這一間呢 是紅線茶布 在中西大學旁邊 我相信在讀中西的同學們 應該都知道這一間 之前疫情前 這邊就會有很多學生在這邊聊天 老闆真的是很 很熱情 重點是來這裡買茶 就有一種喝到家的感覺 老闆就好像就是哥哥之類的 他茶用一用之後 還會多半杯給你 有時候你如果買那種六七杯的啊 你就一個你要在那邊試喝 喝個六七杯 它的奶茶是有分兩種的 就是一種是奶精 然後另外一種是鮮奶 然後我點的是它的那個觀音奶茶 然後我點的是青茶 我最喜歡就是他們家的青茶 然後不加糖 就是這種涼涼夏日真的是超級消瘦 我覺得它厲害的地方是 它茶就是有茶香味的 所以它的奶跟它的茶融合在一起的時候 就不會有那種色感 老闆真的非常的客氣 它這個料得很大 你知道這邊是中杯嗎 然後它那個大杯 很大 它的中杯就不像星巴克的中杯一樣 就是星巴克的大杯 這樣嗎 對星巴克的特大杯 很實在啦 就是很實在一間店 然後又不會就是 用比較大的杯子 然後就會加水這樣子 它不是它就是很破針加水 就是CP值破表 然後品質也變得很棒 我這也蠻喜歡的 這樣很推 我看說你住在中興大學附近 一定要知道這一家 我跟你說啦 這一間就是中興大人的回憶啦 你在這邊讀書 或者是離開這邊之後 你還是會想 想到這一間紅茶店 推推 我這一次的是 單單香蔥油餅 它是連鎖的 它也在南區有一家店 一家是我最近最愛吃的蔥油餅 然後我平常最愛吃的就是梅子口味 我想像中的蔥油餅不太一樣 它是那種就是薄餅的 然後它是很大塊的一塊 然後去把它擀成很薄 大片的蔥油餅這樣子 就它原本是個麵糰 然後擀成非常大一片 比較特別啦 因為我平常看到的蔥油餅都是小塊的 喔 對 然後再把它折起來 然後裡面會用蛋啊什麼的 它的口味是依照粉的不同 喔 對對對 來區別的 它就是那種很單純的餅 你加粉 一張大張的餅是90塊 那如果你買半張的話就是90塊 它就是一片很大的 然後最後再把它切 一張一張賣的 就是分兩袋 這樣子一袋的話就是半張餅皮 就是我覺得半張就很夠吃了 很特別耶 對啊 它就是那種酥脆酥脆 然後皮有點像餅乾一樣薄薄的 然後它就會讓你非常非常想要 一直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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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耶 很爽脆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它很爽脆 它的口感是外面是酥脆酥脆的 因為它們是連鎖的 剛剛看到剛好在補貨 它們好像是統一送那個 把好的麵糰 對 麵糰那樣子送過來 放到室溫然後再去趕 我們看到的是這樣 我吃這個好像是起司椒鹽 我要吃那個 這個 這什麼口味 這是麵糰 我最喜歡的麵糰好味 超酸甜甜 酸酸鹹鹹 甜甜鹹鹹 這就是超市的男人要下午茶 或者是那種 很順口 對 嘴餐 然後吃完飯再加個飯後點甜點 吃啊 可以推 老闆也很客氣喔 正在 現在旁邊都沒有人喔 旁邊沒有人 我們先拿下來 我們先在那個健康公園附近 我們來回想一下我們這兩天吃的 你心目中最有印象深刻是哪一間 我最有印象的就是 豆花 那個像碗粿口感 豆花 你要補 早上來說像泥土 你覺得是什麼形容詞 我說像黏土 黏土 但其實是碗粿啦 我後來想一想不對 應該是碗粿的口感 它真的很好吃耶 我心目中 豆花界的第一名 哇 已經超越了 以往吃過的 阿伯豆花 超越的阿伯豆花 阿伯貝則過去了 阿伯的燦車騎太慢了 其實我們這上次拍阿伯豆花的時候 就有把這一間大陸移單了 只是我們後來選 阿伯比較浪漫一點 對 好像我們拍第二集 有把這遺珠撿回來 對 真的很特別 我們都會在想說 誰會那麼早去吃豆花 吃完就說你明天要不要再買一碗 沒有 真的要去吃 真的很好吃 我給它五顆星啊 五顆星 這家五顆星 另外我還想給一間五顆星就是 土木公社 它的吐司真的很好 它這次跟咖椰的合作也很成功 馬爺爺有它自己的特色 可是土木公社 馬爺爺的東西加進來之後 又創造出另外一種新的口感 對 我覺得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喜歡馬爺的話 那你可以去土木公社試試看 土木它把它的醬塗得比較厚一點 所以整體上口感來講 我是比較喜歡的 所以我給它五顆星 五顆星 對 可是這是期間限定的喔 興趣要早一點 其他間也都很好吃 我也都很喜歡 其實很難取捨 可是我們不能 全部五顆星嗎 你一直說全部五顆星啊 肉飯飯也是很經典的客物 而且肉飯飯我打包回去吃啦 我覺得它的那個腸子真的蠻好吃的 我以前沒有吃過他們家的腸子 還有紅線 我們的愛店 紅線真的很好喝 我真的很難就是 不打 連一間我都很愛 是最後還是回到 沒有沒有沒有 我沒有打喔 五星王五星王 我先走打兩間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的介紹 希望我們的影片幫我們 按讚 訂閱 分享 下次見喔 掰掰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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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